沙基灣有一間廚師法版的日本餐廳 出名隱世 隱世到現在拍攝餐廳門口 都完全看不出 不過隱世只是這間餐廳的其中一個重點 重點是裏面的魚山刺身 你可能會說魚山有多特別 經常見 一說起魚山或刺身魚 大家就會想起來自日本的魚 這間餐廳當然沒那麼簡單 最近,因為香港的天氣開始暖 石斑科的產業後 開始儲肥自己的鑽食量多一點 所以最近的石斑質素相對好很多 所以這陣子我也會選擇多些石斑魚 芝麻斑是其中一款 香港比較好的石斑魚 可以做刺身或壽司的做法 你沒聽錯 真是平時用來蒸的石斑魚 這間餐廳會選用紅斑、河包魚 和麻油來做刺身 這類海產其實有個名堂 就是叫本灣魚 本灣魚的定義 其實就是在香港水域內 捉到的魚類或海鮮 都可以叫本灣魚 其實香港有不少海鮮 在日本那邊 他們都有去做一些 傳統的壽司料理 例如香港的赤裸 其實就是日本那邊的真鵰 用本灣魚來做刺身 簡直是顛覆了我們對本地海產的認知 難怪餐廳位置這麼隱世 都會有人慕名而來 我覺得很新鮮 肉質就很彈 我覺得這隻魚很新鮮 還有沒什麼雪藏味道 我覺得本灣魚沒問題 因為從小到大都是吃本灣魚 家人煮飯其實一直都是用本灣魚 只是處理手法不一樣 本灣魚變刺身 不是就這樣買一條魚回來就能吃 當中有個關鍵就是魚的處理 今天這條是一條芝麻斑來自香港 是來自長洲 我們魚的處理就像無關日本一樣 它會有活剃和放血 活剃和放血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在尾上開一刀 然後在塞這裡我們也會開一刀 等它放了血出來之後 血是影響魚味不好吃的最大因素之一 而且也不利於熟食 我們這條是熟成了 第一個星期的七斤芝麻斑 這就來自於南蛤皮膚 其實很多時候在日本那邊 魚都會做熟成之後才吃 例如拖羅或者白生魚 因為它即時上水的時候 我們去處理它 一兩天內它會有個薑脊鰈 還有肉會比較繃緊 然後當它熟成了 它的胺基酸分解出來的蛋白質 味道會濃 還有肌肉纖維被分解軟化之後 口感的食材是會比較好吃的 都是要活低和熟成 那為何不直接用日本魚呢 原來兩種海域的魚 肉質和魚味都有很大分別 芝麻斑的肉質和味道 它的肉質和味道會比較大 如果以石斑坡來說 然後它的味道 香港和日本會有個分別 日本因為它比較凍水區域多 深水區域多 它的味道會偏淡一點 你叫淡麗 但是它的脂肪感會很重 而香港這一隻 你可以看到它的脂肪感 沒有那麼強 因為它是來自淺水區域 但是它的魚味相對是會濃很多 但是它的魚味相對是會濃很多 這間餐廳支持本地海鮮 除了採用本灣魚做刺身 也會以日式的烹調手法 配上香港的賴尿蝦 今天它的辣尿蝦是來自於果州群島那邊 是一隻長頸的辣尿蝦 日本那邊的辣尿蝦 因為它距離遠 所以就變成了不可以活體來到骨頭 所以膏不能控制它生熟 但是香港那些它就可以有高的情況 還有賣手幫我選擇 還有它來到骨頭還是很活的狀態 這個糖心辣尿蝦 我們烹調過程就是 會把它煮到剛剛好半熟 先把它放到滾水裡 一下煮到它的肉熟了 但是膏剛剛好熟 然後就會把它放在冰裡 立刻停止去煮 保持它的糖心的狀態 我們浸完冰之後 這隻辣尿蝦我們將它去殼 靚仔仔地去掉血的位置 然後我們今天會配一道菊花一起吃 我覺得這道辣尿蝦的菜式也挺特別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吃過 是糖心的蝦膏的奶尿蝦 我覺得這個奶尿蝦也很新鮮 而且它的肉質也很甜 奶尿蝦這個菜式 我家人很喜歡吃 但真的沒有吃過這樣質感的奶尿蝦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香港本地的奶尿蝦 因為香港本地的奶尿蝦 它的鮮度是最高的 它自己從上水到我們煮的時候 不足12個小時 所以我可以確保肉質比較緊實 還有我們選了香港本地的奶尿蝦 長頸的品種 長頸的品種本身的鮮度 甜度是高一點 另一隻是短頸的 日本那邊也是短頸 它那隻會鹹度高一點 各有各好吃 還有我們的買手 會幫我們選擇香港今天上水裡面 選擇最爆高的那十隻八隻 所以我可以確保每天的奶尿蝦 這盡可能是香港最高質的 這間日本餐廳的菜式裡面 有時會看到意大利菜的元素 這是因為聲師傅的起步點 就是意大利菜 其實會用不同的豬油或豬肉 配一些配類去做一個料理 我這次就想試一下 把一個配類之王鮑魚 配一個鮑魚 把兩者放在一起去做一個高湯 用那個湯去煮鮑魚 我覺得那個味道 跟平常吃的很不同 因為平常都是用清酒來煮的 這次聽師傅說 用了鮑魚鮑魚來做過的湯 但我覺得非常特別 這道菜的鮑魚過程 最重要的是鮑魚質素本身要很好 所以現在都是在用日本產的鮑魚 清潔完之後 配了一個昆布、鮑魚鮑魚 和溫泉水 把這幾樣東西放在鍋裡 類似中式燉的做法 煮大概三至五個小時 視乎鮑魚本身的大小 到現在蒸好的時候 基本上其實 湯已經是所有材料的味道 而鮑魚也會吸收湯原本的味道 覺得自己做的事是正確的 聖師傅就會勇往直前 日式料理、儀式風情 還有最重要的 本灣海鮮 我覺得只要全心全意 去做一些自己真的喜歡 和相信的事 就絕對不會有任何遺憾 我很希望我可以推廣到 更多的香港海鮮給大家 以及發掘香港海鮮的一個可能性 我希望香港的一些餐廳 可以選用多一些香港本地的食材 而我亦都希望一些食客 其實可以留意多一些 有用本地食材的餐廳 又或者可以自己去用一些本地的食材 在家裡煮或者去盡食都可以 香港本土出產的東西 絕對值得更好的對待 謝謝